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卫报报道 保罗麦卡尼在音乐歌唱上的成就 让他受英国女王风味爵士 这样一号传奇人物却因未录制节目 意外出现利物普一间小酒吧爱乐餐馆 台上演出 让现场民众受宠若惊 还有歌迷因为意外看到保罗麦卡尼演出感动落泪 保罗麦卡尼也带主持人詹姆斯科登 回到他在利物普老家 以钢琴弹奏他在劈头47作品《当我64岁》 并展示他年少时和约翰兰农一同创作歌曲的房间 节目最后 保罗麦卡尼来到他年少时常来表演 喝酒的当的酒吧爱乐餐馆 演唱经典歌曲一夜狂欢 A hard day as night 好好爱我 Love me do 回到苏联 Back in the USSR Hey 球 Hey Jude 现场马上聚集了一群劈头四哥米 该节目上线后 詹姆斯科登在个人推特写道 这可能是目前我们制作过最棒的车上卡拉OK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节目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期节目